列治民市政廳將於後日星期一開始 重新對公眾開放 羅佩山報導 由3月21日星期一開始 公眾可以重新進入列治民市政廳的接待處和收款處 市長馬保定表示 隨著公共衛生指令放寬 市府即將可以重新歡迎公眾 進入市政廳安全辦理事務 不過市民仍然可以選擇透過市府網站繳付費用 或辦理各項的手續 而市民亦可以再度親身出席各類市議會會議和公聽會 不過市府就鼓勵公眾繼續以網上方式參與相關會議 與此同時 因應卑斯省首席衛生官已解除新內口罩規定 市府亦不再強制市民在進入市政廳、社區中心、圖書館等市政設施時戴口罩 不過當局仍然鼓勵公眾在進入相關地點時戴口罩 新時代電視羅沛山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